台灣有著堅強的半導體實力 美美成為國際焦點 為了保持領先 高雄男子產業園區 八月舉行動土典禮 相較於其他產業園區 男子有著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 坐擁高鐵台鐵和捷運 是全台唯一三鐵共購的產業園區 而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廠台積電 更將進駐設廠 結合原本在地發展的日月光封測 隱微高階測試等企業 高雄半導體產業鏈逐漸成型 未來五年內 將成為全球半導體研發與製造中心 至少能提供四萬五千個就業集會 全台拼招商高雄特別亮眼 近兩年光是各個產業投資高雄 就超過新台幣五千億元 疫情年二零二一年 盈利事業銷售額五點五七兆元 成長率百分之二十三點二八 是六度第一 其中快速成長的關鍵 就來自半導體產業 重點科學園區 陸竹橋頭男子廠商紛紛進駐 全球晶圓代工指標大廠台積電 也首度南下高雄設廠 這裡就是台積電高雄廠的所在地 預計將投入七奈米 及二十八奈米製成的代工 預計可以提供一千五百個工作機會 及一千五百七十六億的年產值 三二一 請直樹 我相信兩年後 這個會改寫高雄產業發展的歷史 你坐高速鐵路 來到高雄 第一站 你就看到我們的台積電 高雄中油煉油廠五輕舊城紙 車輛進進出出 開發活化後 華麗轉身 由台積電進駐 展現生根臺灣決心 男子成為半導體材料研發核心 向北串街的橋頭科學園區 將引進航太智慧機械先進封裝 次世代記憶體 還有露燭醫療器材聚落 S郎帶上產業含金量超級高 台積電的進駐可以帶動 在所謂的周邊的供應鏈 包括設備材料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半導體的 相關供應鏈都可以進駐台湾 跟高雄的部分 也就是說高雄正是在全世界的 半導體的地圖上面 正式的插起 那我相信大家以後想到亞洲的矽谷 不會只想到新竹跟桃園 他也會把高雄當成亞洲矽谷的一部分 臺灣就是亞洲矽谷 高雄下定決心成為其中一份子 吸引全球性企業台積電進駐的關鍵 來自於快又明確的招商流程 高雄跨局處總動員不到一年 啟動鮑邊完成整治 除了土地與電力 還有國際大廠最在乎的環保再生水 其實針對一些國際大廠 像是台積電公司 他們可能因為客戶的要求 或者是一些環評的需求 所以他們會需要使用的是再生水 也因此我們這一塊也跟中央 營建署那邊積極地來做合作 所以未來的整體規劃來說 我們再生水一天可以提供到二十點五萬噸 男子是全臺唯一三鐵共購的產業園區 速度有多快 搭上高雄捷運就能感受 從台積電廠區日定地短短往北再搭一個站 不到五分鐘就是男子科技園區 全球最大封測場是月光 從高雄起家 在這裡插旗造陣 IC封測龍頭日月光一九八四年 在當時的男子加工出口區創立設廠 多年來他與男子一塊拼經濟 如今男子早已從加工區 變身為科技園區 日月光也成為全球市場價值最高的 封裝測試廠 現在更加碼高雄 在大社砸下十億五千九百萬元 埋地蓋廠擴充產能 看重的就是距離上的便利性 我們這個產業非常強調彈性 也就是說我們客戶委託 我們的封裝製程上面的代工 那會依照不同的生產的需求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可以互相支援的 一個產業在台南 一個產業在高雄 我們光很多的調度上面 其實就會很困難 那為什麼我們到大社 其實還是一樣寄 我們這邊到那邊十五分鐘 另一家半導體高階測試 見面業者尹薇也同樣加碼高雄投資 為什麼我後面的一個投資會選在高雄 因為我們在高雄這邊的整個的一個組織 是最完整的 你從你的研發人員生產製造 幾乎我們長期都是在高雄這邊的 所以相對的人才 我們在 都是在這邊培養 所以我們希望的話 能夠把一些很尖端的這些生產 或者是甚至研發的一個能量 能夠持續在高雄這邊做投資 將探針卡放入高倍顯微鏡檢驗 小心翼翼將彈簧針一根一根 放入IC測試座上密密麻麻的孔洞裡 探針卡與IC測試座 都是尹薇高階測試產品 美系CPU GPU大廠 封測龍頭晶圓代工龍頭 通通是客戶 隨著半導體測試需求增加 還有五支人工智慧量能擴大 讓尹薇好不容易也在男子搶地 興建廠房幾乎快要完工 預計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就能落成 整個的廠的投資金額會超過三十億 後面的一些產能的規劃 我想高雄市政府在這方面的話 他也對我們這些廠商提供了 很好的一個優惠跟協助 高雄半導體產業逐漸形成群聚效應 讓一早就進駐的前輩們 對台積電進駐後 拉台半導體產業相當有信心 因為在高雄市這邊的話 他會讓國外的一些擁有技術的廠商 他願意在高雄投資 那你在高雄投資的話 你就會帶動很多的這些工作機會 我覺得群聚效應帶來力量大 就好像我剛剛在開玩笑 就是幫派有沒有 幫派上越集越多人力量越大 那幫派越大 所以我們其實成為一個大南方幫派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狀況 半導體產業上中下游聚集 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日月光還要擴大真才 過去其實是我們就是一個聚落 就是只有一個封測為主 那現在越來越多元了 那大家在這個多元的環境裡面 其實人才流動的比例會變高 人才越多 越多人願意回來 那所謂的共鳴就是越多人回來 其實他在這越來越公司不是很合適 他也不會再跑到另外一個層次吧 他通常會在同一個層次在找工作嘛 引書霞說 人才的決戰場就在校園 高雄不只拚招商 就連人才都享留 在地的中山大學獲准成立 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也與包括日月光影威科技在內的七家企業 合作簽約 未來十年將投入九億元 產官學攜手 培育人才 中國人全世界各地成功發展的 這個所謂的科學園區或者是矽谷 他一定要有所謂學員單位 提供研究的能量跟充滿的人才 由我們的這個願景來說 我們預計未來三到五年內 至少可以額外增加四點五萬以上的 這個高階就業落腳在我們的這個高雄 從舊學到舊業一條龍 高雄揮別往日面貌 從產業轉型開始 把這裡打造為科技智慧都市 擦亮另一面招牌